金庸仙世,三代小龙女发文悼念,只有她见过金庸老先生本人。 昨天10月30日,当大家听到金庸老先生仙世的消息,是不是很震惊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惋惜一个武侠时代,结束了大家,还没有从李永老师的悲疼缓过来金庸老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金庸老先生的笔下, 塑造了那么多的经典角色和武侠小说金庸先生是大家心目中的才子老先生的作品,将永远地留存在大家的心中,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而老先生塑造的小龙女形象,也是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出演过小龙女的一共有三人而这三人,知道老先生先世的消息都纷纷,发文悼念, 标签,金庸,小龙女,小戏,角色,作品,而陈延熙则表示,感谢您的书陪伴了我高中和大学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有幸扮演角色找到人生挚爱, 走入另一个阶段感恩这份缘分岁未曾见面,但一直在心中一路走好,陈延熙非常感恩老先生首先发文,的是李若彤从李若彤的文中可以看得出李若彤的心情虽然未曾见面,但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和尊重感谢创造了这个角色让我有幸扮演茶大侠,一路走好写出了对金庸先生的感情和尊重, 有点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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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和尊重感应成, 感谢观看